今天要介紹的是我最喜歡的釣法 海水維吾釣 海水維吾釣 記得名稱由來是來自日本的Light Dog Game 英文就是Light Game 中文名稱為海水維吾釣 主要以各種小型魚的目標 像我在北部來說的話就比較常遇到的有 菜刀刮刮 花生 黑點 紅潮 黑雕 堅縮 還有各種小型石斑 例如黑貓 帶貓 死狗空等等 每次終於都有開獎的期待感 幾乎所有場地都可以用 從港口 堤防 河口 到朝鮮帶 不管一年四季 白天或是晚上都可以玩 就算是初學者也可以充分感受到海釣路牙的樂趣 尤其是女性想嘗試釣魚的話 也很適合從這種釣法入門 可以推薦給你的女友或是老婆嘗試看看 應該可以讓他們提起興趣 慶游戲裡面又可以分出很多支線 例如 也就是以主甲魚為目標魚 主要使用雞頭鉤 卵蟲就可以了 過去主甲魚的主食從小魚苗到現在 因為海洋生態的改變 主食變為浮游生物比較多 所以卵蟲也非常多樣 選起來也是很有趣 雖然在台灣主甲魚不常靠岸 但也是可以用這種釣法去釣其他魚種 那阿青菇我們自己有改稱為維根釣 比較好互相溝通理解 可以看一下這集是我們第一次玩維根的影片 但我釣的是來自澳門的阿毛 他是魚拓東華店的電源 同時也是HR的測試員 那現在我有一把愛用桿 更於大實就是他研發的 回到解說海水微霧釣 還有另外一個支線是メバリング メバリング是以メバル為目標魚 是一種生活在叫人海域的小型底漆魚 最大體型是40公分 通常超過30公分就算很大的 雖然メバル是底漆魚 但它的活動範圍是群泳層的 台灣雖然沒有メバル這種魚 但就因為メバル是群泳層的關係 路牙耳的研發也非常多餘 從卵蟲到各種硬耳都有 所以一樣也可以用這種釣法去釣 非常多其他的魚種 除了アチング和メバリング 其他還有像按我們台灣 專釣小型石斑的根釣 都可以算是青油溪 想怎麼玩就怎麼玩 沒有一定的目標魚 就是青油溪的優勢 給大家認識海水微霧釣之後 接下來會說明建議的釣組和裝備 第一種是吉青組 第二種是一般組 先來說吉青組 可以參考這張圖 會用6尺上下的主甲魚竿 就是阿金骨竿 配上1000型到2000型的捲線器 持筆選擇的話 如果要追求高感度的話 可以選PG 要比較泛用的話就選HG 那母線用0.1號到0.4號的PE線 前導用0.6號到1.5號的彈線線 我會建議剛開始玩的話 先用PE0.3號配碳纖1號會比較好上手 極輕調組的兩大必要條件是 1.可以將1克以下的路牙很順的拋頭出去 2.感度要好 要能夠感受到細微咬去 那用耳部分主要會用0.6克到3克的極鉤頭配軟齒 做調環境主要會在漁港 加上需要比較好的感度 所以桿子不用太長 6尺左右比較好用 第二種是一般組 請參考這張圖 6到8尺的梅巴魯桿或是Light Game桿或是黑雕桿 配上2000型到2500型的捲線器 磁筆選HG就好 母線用0.4號到0.8號的PE線 前導線用1.5號到3號的彈線線 用耳部分主要會用1克到10克的路牙 做調場地會從港口到野場的潮間帶 或是河口等等 所以耳克樹範圍會比較滑 有時候會在小坡塊 防波提礁石這種高低起伏比較大的場地 所以桿子長度會比較長一點 建議7尺左右 那再來就是身上的裝備 如果今天是要港內玩極清楚 我身上的裝備會這樣帶 首先是救生裝備 場地都在港口之類這種相對安全的地方 我會以行動方便為主 用衝济師救生雕帶就可以了 那東西不多 用一個小型路牙包來收納所有東西就很夠用了 裡面有微物路牙鉗 這種比較小頭的 還有路牙收納盒 裝所有路牙耳和鉤子 推薦用這種兩面的 那一邊放幾勾頭 另外一邊放軟稠墨硬耳 那小型瑜伽 還有前導線 玩圍根我幾乎都是夜調 夜調的話我會多帶兩樣東西 就是頭燈 用來照明很重要 有幾次我忘記帶就很痛苦 綁線什麼都看不到 所以夜調一定要準備 還有UV燈 有些路牙耳會有夜光功能 用這個UV燈照一下 夜光效果會非常好 以上就是我玩極清組會帶的裝備 然後一般組的話 我身上裝備會是這樣 一樣也是充氣式救生腰帶 如果到潮間帶的話 可以改肩式充氣救生衣 或是背心式救生衣 腳上就要穿毛沾釘底防滑鞋 再來就是路牙包 這包就會比極清組大一點 裡面不只有一個雙面的路牙收納盒 還有一個小型的硬耳收納盒 還有控魚器 雖然我常常用手抓 但還是會帶著有備物換 然後路牙鉗 小零件收納盒 主要是用來裝別生那種小配件 然後牽導線 這樣就好 是不是很簡單 今天教學就到這邊 下次再做其他的教學 例如 要用什麼鵝啊 什麼軟蟲種 軟蟲種類 急勾頭的種類 或是也有可能到外面的 實際做調教學 例如 怎麼抄了 怎麼判斷哪裡有魚 怎麼拋乾之類的 如果有什麼問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提問 那我們下次見 Bye